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說如果有多款就好了 現在大勢所催, 很多人都喜歡吃素 有些人的婚宴、仇宴都吃素 他們說我來積一幅 我也想教你, 幫你積一幅 其實我平時也做很多好人好事 不過我為人低調一點 很少放上網, 周圍說 是嗎?說點聽聽 譬如阿婆, 要玩重玩的時候 我主動會問, 婆婆, 要不要幫忙 好, 然後怎樣呢? 婆婆說, 不用了, 不用了 當然不用了, 你看你的樣子 別人以為你們搶東西 不, 我有時候看見媽媽推的嬰兒車 進升, 我也會按停升, 等他們 然後他們說不用 你怎麼知道的, 肥媽 你這樣給你嬰兒推 你以為媽媽傻嗎?我媽媽也不給 難道女士真的要拒絕我一輩子 那我不是一輩子要吃長齋嗎? 那就不用了 那也放心一點 我就是說不用, 只是這輩子 你下輩子再下輩子吃三輩齋 那就差不多了 做個齋湯也好, 看見有老葛 對, 肥媽, 齋湯 我認識的齋湯也是 菜煲掛煲菜, 嘻嘻嘻嘻 你認識什麼?嘻嘻嘻嘻 你看, 老粉葛 不是這麼容易買到 老粉葛, 栗子, 紅蘿蔔, 馬蹄 好, 老粉葛, 紅蘿蔔, 給我一包馬蹄 給我一包馬蹄 那些, 老粉葛 老粉葛真是不熟 要很老, 真是很老 越老越可愛, 像老婆一樣 知道嗎? 選老粉葛 怎樣才夠老, 即是夠大 你一看就知道 那些很粗 那些粉葛有很多絲 很多吃 因為新鮮的葛 是飲生咬得吃 很多根 好, 栗子老葛, 紅蘿蔔 給我一包馬蹄 給我一包馬蹄 謝謝 這些栗子豈不是已經剝殼了嗎? 沒有, 一半 不是, 要自己剝殼 不是, 這麼有趣 對, 你要剝一剝 對, 你要剝一剝 我們一半下來自己吃 一半下來煮湯 好…16元房 對, 這裡收你16元 好 15元就21元, 21元就27元 拿著桑桶 30元… 30元, 30元 30元, 這杯齋湯 你真是發發, 3元 謝謝你 10元, 黃芯番煮 10元一盒 黃芯番煮, 做什麼呢?肥媽 金玉滿堂 這麼有型? 10元一盒真是划 10元一盒, 金玉滿堂 好 你好… 給錢 不是, 很多粉絲 拍照, 你好… 好, 我們握手… 不要緊… 你好… 快點… 給錢嗎? 肥媽… 肥媽… 稍後會搞簽名會 一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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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忙, 我要付錢 快付吧 你幫我付吧 可以嗎? 30元 好, 一起拍 好…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嗎? 15元而已 多拍一張照, 我想拿水果回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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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教大家做了西式齋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中式齋圓 中式?我認識, 肥媽 真的?你又認識什麼? 實不相瞞 其實我偶爾都會下廚 通通煮到都是中式素菜 例如是什麼? 例如青炒時菜 還有很簡單的梅菜, 蒸豆腐 不如開始吧, 好嗎? 等一會… 我們首先… 等一會… 你煮的上菜 就留給你的香蕉吃了 我煮的上桌 謝謝… 好嗎? 我剛才失禮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我們首先做一個掃湯 一個素湯 但喝起來像是肉湯的味道 那是什麼? 對, 我們那天買些栗子 但喝起來好像很有肉 是這樣的, 我們放腰果 記得嗎? 記得我們那天買了一個滷骨 滷粉腳 對, 滷粉腳 滷粉腳 還有紅蘿蔔 還有馬蹄 煮出來, 喝起來包不順 味道好像有肉 真的嗎? 因為我經常煮湯, 要湯好吃 譬如一定要放豬腱、豬骨 不用的… 不用的… 這個叫做腰果 還有滷粉腳 這口湯是很甜的, 很美味的 即是放腰果和粉腳 對 是一個巧妙之處 沒錯 金肉滿堂 我用雜熟了的番薯 黃色的番薯就是金 黃色的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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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像白肉嗎? 和麵包康的 對, 那我就叫做金肉滿堂 因為我想很容易 我用八樣東西 二、四、六、七、八 八樣的番薯 發達炒這個就是 對 八樣的 這個叫做發達齋 好嗎? 好 好 好 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告訴大家 我浸了粉絲之後 我不是用熱水 我用冷水浸了之後 剪碎它 剪到它這麼碎 為什麼要剪碎它呢? 因為剪碎它 你炒的時候 跟這些菜差不多 就連著菜一起 但是當你放水的時候 它就放進去 和你煮一煮, 炒不均 肥媽媽一集 你教過我們怎麼做蛋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家裡煮 煮完之後切出來爛爛爛爛的 對… 我教過大家 放一匙羹的豆粉水 拌在蛋裡 你怎麼煎它 都很容易變成蛋皮 然後切絲 很簡單 我今天也切得粗一點 跟它一模一樣 對嗎? 否則看不到 我們用蔥頭 讓它白色的蔥段 讓它更香 我們的蘿蔔絲 因為蘿蔔絲 我們沒有削過 沒有東西的 都是切的 山椒絲 黃椒絲 紅椒絲 好 好 生菜絲 這個不是, 這個是紹菜絲 紹菜絲 放些鹽 好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味道 是靠菜的味道 我的鹽要多放一點 這個時候我會… 因為甚少用 我也會用一點菇粉 冬菇粉 我們在齋寶買到 很少, 用小半茶羹就可以了 好 千萬不要用生菜絲 因為生菜絲… 不, 它很容易軟 沒有爽的味道 對, 就這樣就要拿起來了 因為我炒粉絲 炒粉絲有什麼技巧? 肥媽說你一定要快的 快手 對, 你要快手 如果不快手, 會有什麼後果出現? 要一坨 因為已經炒好了 粉絲很快熟 對, 漂亮嗎? 好 麻油 好 少許胡椒 好, 先拌一拌 好, 你拌一拌 好 來, 這裡… 這裡有 謝謝 除了粉絲, 還可以用麵代替 米粉、米線 可以用米線、米粉等 就這樣 當味道…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上碟了 炒完了 拿一個漂亮的碟給我 好, 準備好了 好 漂亮 這個漂亮嗎? 這個漂亮, 我認識 是嗎? 不彩繽紛 這個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們要色香味 醫生說每天吃五種顏色 我們這裡八種顏色 我的蛋可以這樣嗎? 對, 放在表面 所有的 這個菜 我想想做了多少錢? 這些三色椒 三色椒, 每樣一剎 對 真的很便宜 不用一個 現在賣多少錢? 過多人錢 過多人錢 過多人錢已經夠煮 夠了… 當然夠了 因為你剪碎的來炒 這麼大碟的東西 很便宜 這真的十元有炒 這個好嗎? 八達佛 5月5月5日 很漂亮 可以拍照 謝謝 J Philippines 福 Mar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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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金融門楼了 是的, 我煮淋了黃色番薯 番薯本身已經甜了 是 有一點味道 我會放少許鹽, 調味道 因為我不是甜品, 你明白嗎? 煮不同的番薯呢? 煮的時候會不會不同時間? 例如紫薯 只是大小的 不理會是種族的 無論是紫色, 黃色也好 因為我想它黏一點, 有點漂亮的味道 我會放芝士粉 芝士粉 放些包糠, 蛋 我拌勻均勻 有鹽, 有芝士粉 有鹽, 甜甜的味道 最甜是哪種番薯呢? 吃這樣的番薯 其實不是哪種有不同的番薯 有一種橙色的 是否記得我們去吃的番薯呢? 有一種橙色的番薯 那種也挺少人的 那種很甜的 很甜的 你怎麼看番薯呢? 我教大家怎麼看番薯的番薯呢? 他煮出來的番薯 外面有一些焦焦的, 紅的, 像醬汁一樣 就是因為那種是糖分 它就容易焦焦的 在番薯皮上 對, 那種就一定甜的 你可以買一些很貴的芝士 我不會的 我就用一些… 阿鹿你的責任 就是給我做一粒芝士波仔 給我一個球 就是用來包來做餡料? 包在裡面, 沒錯 好, 就是插湯圓 好, 這樣 開箱 好, 放進去 對, 就是這樣 就像插湯圓一樣 對, 之後我們就放在包糠上 我們分工合作 好 這些在家裡 其實你可以跟小朋友玩的 對 其實最好一粒一粒 就放進冰箱裡一會兒 聽它叫做…我們叫做休息 就是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聽它的包糠 就吸收了蛋漿之類 它就會更加固執 口感就更加好 我記得我出去吃過掃 也吃過類似的炸菜 但它不是用番薯做的 它應該用薯仔包著芝士 這個很久了 有些不僅是包著芝士 有些是包著肉碎 在英國很流行 用薯蓉吧 薯蓉炸了薯蓉球 薯蓉包著肉碎 對, 逐個炸金黃 外面的表面就可以了 因為番薯是熟的 炸金肉滿糖肥媽 油溫如何控制 最重要是先沸騰 然後再小一點, 中火 你放那些薯蓉芝士 它就會咬下去 有一個辣椒 那些辣椒 薯蓉芝士 很好吃 對 所費無幾 這個很漂亮 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金肉滿糖? 漂亮嗎? 漂亮 是不是上得大桌? 上得大桌 比你的瓜炒瓜、菜爪菜 是否好很多呢? 我收回那個什麼? 青炒時菜和梅菜蒸豆腐 梅菜蒸豆腐 真的很梅 梅菜蒸豆腐 梅菜蒸豆腐 好, 完成 現在芝士就用了 歡樂滿東華的表演 當年吳剛師傅 好, 從柔和拿出來馬上吃 今天有我和肥媽即時示範 小朋友家裡千萬不要試 如果大家想說 拉出來的芝士 就要用米薯蓉芝士 就不是這一塊一塊的芝士 脆的 好, 拿照片 好, 我現在做個豆腐芝士蛋糕 豆腐芝士蛋糕 對 曾經一段時間都很興奮 對, 但我這個是豆腐綠茶芝士蛋糕 首先我們放些忌廉芝士 忌廉芝士 忌廉芝士有100克 然後放糖50克 100克和50克 兩個茶 另外, 還有豆腐190克 魚膠粉10克 綠茶粉2茶匙 什麼? 鮮忌廉要用多少呢? 125克 好 好 首先把芝士蛋糕黏成芝士蛋糕 先把糖打溶掉 這個打到什麼狀態, 還可以嗎? 你喝下去, 別有一顆一顆的砂糖 我們放些豆腐 豆腐一定要瀝水 用熱水再溶掉魚膠粉 魚膠粉 然後放些綠茶粉 不要把醃製燒得太重要 好了, 來了 把醃製打起的忌廉芝士 其實把這個混合也一樣 我們輕輕地混合 混合這一下不要太大力 或者這麼快 你就這樣翻起來 最好就是這樣 你兩個拿盤, 從相反方向 好像學車一樣 就是做什麼豬腸太太 好像學車一樣, 對 對, 好了 這個 我們用一個這樣可以… 切完之後拿穿它的材料 你可以買蛋糕底 我不知道什麼叫蛋糕底 買什麼呢? 一塊塊的蛋糕 紙包蛋糕也可以 紙包蛋糕 你切了一塊塊… 不規則地摘滿底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待會兒可以放一些香菇 有些人會放一些… 雪凍之後放一些果醬 放一些不同的材料 我放一些忌廉 放一些紅豆蓉 我們可以這樣 拿上糕輕輕地這樣 拿上糕可以放一些不同的… 花紋 你畫一下花 拿去雪櫃, 把它冰住 把它冰住 把它冰住後 放上糕 放香菇 放什麼都可以 好 好嗎? 就一個豆腐芝士蛋糕 做完了 謝謝 試吃 冰杯, 先喝碗湯 喝了這個湯 這個湯連鹽也沒放過 這麼清甜, 真棒 很甜 不但味道很甜 味道好像有肉 對, 是不是來自腰果 對, 腰果、老果 對, 粉蓋, 真的 先嘗一下腰果 通常我吃的是鹽炒腰果 對 這麼軟? 對, 這麼軟 煮得很軟 對, 原來這樣煮得軟 腰果很甜 好吃的 對, 好吃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這是很有營養的炒粉絲 還有… 脆爽口 沒有那種濕滑滑的粉絲 一黏在這裡, 一定不會 它是爽口的 所以你說一定要剪粉絲來炒 還有快手炒 這個其實我有這麼多個 我今天最喜歡的 這個炸的… 番薯 對, 這個叫金玉麵糖 金玉麵糖 試試看 很棒 這個用來看球 或者看電視 喝啤酒 對, 和朋友 都可以… 當小孩的小食也可以 老朋友的餡兒 但這個皮很棒 你炸得薄得很脆 為什麼炸得這麼脆? 因為你炸得很脆 你炸來炸, 炸來炸來炸 它皮好像有一層東西 很脆 先試這個甜品 這個重要 要嘗嘗這個 綠茶豆腐芝士蛋糕 對 很香, 豆腐味很香 我真的要讚讚剛才的紅豆 綠茶和紅豆很配 對 可以把綠茶水糕和紅豆水糕放進口 不要看這個蛋糕那麼簡單 其實吃起來的味道有三種 有芝士味, 有豆腐味 接著有紅豆味 還有一點綠茶味 綠茶味 對 其實豆腐很好 放進這個芝士蛋糕 它不膩 對, 不膩 好像令到這個蛋糕更清淡 綠茶蓋了豆腐味 所以豆腐味的香味就出來了 就是豆腐吃好的味道就沒有了 對, 很有趣 我試過做豆腐芝士蛋糕 是那些不吃豆腐的人 都很好吃 吃完整個蛋糕才告訴他們 層次感很強 對, 所以我分一半 這裡有很多隻眼睛 只有我們兩個 每晚都是我們兩個撐桌腳 你喝了三碗湯 剛才四碗 我剛才喝了 我剛才試味的時候喝了一碗 對, 我很妒忌 我說真的 為什麼? 我真的 你很妒忌 第一集我已經開始了 現在第二輯我真的很妒忌 有什麼理由吃都不胖 你知道嗎? 你生殖 你快點吃杜蟲藥吧 這裡一定生蟲 我驗過沒有生蟲 我籌備了一年才來拍《吃便宜一點點》 我完結了那次吃便宜一點 我一年不斷做運動 而且不吃那麼多東西 是留下來 然後拍這輯吃便宜一點的 所以下次再開的話 不是談得很開嗎? 對, 是嗎? 你跟我說話 那就跟監製說吧 監製吃便宜一點 是嗎? 對, 開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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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